電腦先準備一下 好 有請我們部長 是 稍微 好 來 請吳部長 社委員長 部長 理數很夠 即便有可能是最後一次 在立法院的教育委員會 踏上背群台 理數還是夠 我希望今天最後一次的機會 我們可以留下一些正面的 有建設性的對話 那今天我們在審議 國民教育法高級中等教育法的修正 最重要的核心 就在處理課綱的爭議 那您剛剛在回覆 其他委員垂巡的時候 您多次提到 過去的課綱的處理 沒有爭議 我想這真的是跟社會的理解差很大 沒有爭議的話 今天我們不需要在這裡 進行這些辯論跟立法的修法方向的討論 更不會衍生過去的風風雨雨 首先部長 維基百科裡頭 查詢到吳思華 點選進去 你有經歷 有相關作品 有參考資料等等 當中就有一項第二項 你有沒有曾經自己點選過 維基百科的吳思華 沒有 點進去除了經歷之外的第二項 就叫爭議 而爭議事項裡頭 當然第一部分有您過去在政大的裡頭 校園處置的一些 這個不在我今天論述的範圍 在爭議裡頭 您作為教育部長的任內 最大的爭議 就是台灣高中立史課綱為條案 它就是個爭議 我想今天在這裡我們不要迴避 問題已經發生 爭議已經發生 但我們要試圖做的努力是 在您有限的任期 在我們後人可以努力的 機會之下如何米平爭議 其實我今天 我彙整了過去課綱的爭議 我要做個球給您吐吐苦水啊 部長心裡苦 但部長不說 確確實實 整個黑箱課綱的設置檢核小組 然後檢核小組以臨時動議的方式 來進行微調課綱的處置 包括提出這些出稿公聽會審查會 然後兩個禮拜去完成 然後拒絕提供會議記錄跟相關名單 包括也被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教育部敗訴 就是蔣偉寧蔣部長 但是我不解的是 我沒有看的 也許這是一個行政倫理 您對前任留下來的這樣一個 讓你非常辛苦善後的一個大爭議 基於行政倫理 我也未見您對蔣部長 在公開上有什麼樣子的 argue 我倒是不解了 您即將卸任 我前幾天赫然發現 克剛爭議和解 吳思華部長說 去問潘文忠吧 去問未來的新部長潘文忠吧 你的理由是 當初潘文忠曾任國教院的副院長 我做政治工作也十多年了 過去在市議會 現在在立法院 我看到很多的官員是 把求 把責任推給前任的 哇 這一堆 但我倒是第一個看到 您把這個這麼大的爭議 的這個責任是推給 還沒上任的教育部部長 您是不是也在媒體上看到 准部長 對您這樣說法的回應 你可以給我說話嗎 好 請說 我想我在那天 那個回應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在其他的場合 我會講這句話 我純粹只是表達說 潘部長 他從進國教師 然後到國教院 他對整個克剛的事情 他非常了解 如何處理未來克剛 他也很了解 我其實只是要表達 您的意思只是這樣 我只是要表達這句話 好 那我讓您說明 但事實上 准部長 未來的潘部長也說 那個時候 雖然他曾任國教院的副院長 但那個時候他正是因為 不認同這樣一個 不具代表性的名單 他正是不認同這樣一個 黑箱處理的程序 所以他不去參與這樣一個 克剛制定的過程 好 這是他的說法 所以部長心裡很苦 部長都不說 您對蔣偉寧前部長 真的是對他非常的友善 敦厚 您有沒有覺得委屈 我想在行政程序上 我們也必須要面對一個事實 就是所有的行政的過程 不是 國外康程都是一個必須要的責任 但是他的過程 經過監察院的調查 確認是沒有任何失違法的地方 所以你到現在認為還是沒有爭議 這就是我跟您天差地別的爭議 至少在行政上我們必須要承認這一點 否則我會讓同仁很難做事 過去的不講 我也要再試圖為你找出一點點 你做的事情 下一頁 其實在不 克剛爭議 學生發生這樣子沸沸揚揚的 各地串聯到佔領教育部 之後 我先講這個之後 其實我也很努力的去找出 您也試圖去做一些米瓶爭議的作為 但很可惜 部長試圖補破網 但社會並不接受 其實我發現那個時候 您也做一個宣布 即刻宣布 新舊教科書可以並行 您也努力的跟學生舉行座談會 不管那是不是不歡而散的場合 但您也第一線去面對學生的意見表達 包括您也努力在8月13號說 你承諾你努力回去試試看 可不可以公開課程會委員的名單 但畢竟事後沒有公佈 因為你們做了一個問卷去調查 這是我的尊重 但我看到您也試圖做這樣的努力 包括您也確實組成了歷史的諮詢小組 來討論歷史課綱的一些爭議 您剛說的 讓專家去討論 您是有做 有努力撥破王 但是這個教訓告訴我們 為時已晚 已不見效 當一個錯誤的政策已經被執行 在爭議的當下沒有被化解 甚至是擴大爭議的時候 timing過了 一切就來不及了 一切就回不去了 我們看下一頁 最重要的就是那段時間的爭議 那段時間的學生抗爭 我們非常遺憾 學生被逮捕 媒體被逮捕 被教育部控告 當然最後 您也在社會壓力下 您也在基於疼惜學生的心態之下撤告了 可是 一個學生的 寶貴生命牺牲了 全台灣就為了克剛的事情 吵到現在 我們要用修法的方式來米平爭議 也包括很遺憾 在吳思華部長您個人的維基百科上 是被寫上爭議 就是台灣高中歷史課綱的爭議案 在那個當下 如果 您在五月 學生已經開始抗爭 各地在串聯的時候 第一線 你們就試圖對話 不要拖到七月 學生衝進教育部 是沒辦法 七月二十二凌晨 二十三凌晨 到你們逮捕學生 請台北市警局逮捕學生 這些過程 我想問 如果歷史再來一次 你會做同樣的事嗎 我跟委員報告 我其實六月五號就到台中一中 跟學生對話 好 但是在教 在現場 已經明顯的看到 學生被特定人事 特定人事是誰 我建議 特定人事是誰 包括我看到 你在今天審議 修法的意見說 有關於 課審會的這個 重新組成 屬於重大的教育政策 這個程序 恐怕對 與各界 對於教育 回歸政治中立 跟專業化的 期待相去甚遠 你要求 你也期待 新政府 新內閣 提出行政院版本 再來討論 如果你認為 這是該做的 你現在自己 就可以提版本 不要對新內閣 下指導期 包括現在 您甚至要對 立法院下指導期 組成真相調查委員會 這不是一個 即將卸任的部長 該做的 逾越本分的事部長 您可以解 可以化解的時候 您沒有做 我剛在追尋您 如果歷史再來一次 學生衝進了教育部 您還會再做一次的決定 抓學生 控告學生嗎 給您一個機會 再做一次思考 再做一次選擇 部長您回答 我想所有的政策 要看到 當時的環境脈絡了 不是三言兩語 能夠說得清楚 您有沒有對這件事情 後續覺得很遺憾 我一堅承擔 我完全承擔 您完全承擔 當然 我做的所有的 那就很遺憾 這樣一個歷史的爭議的承擔 永遠在吳思華部長的身上 最後一頁 最後一頁 其實您還是可以有點作為 只是您做不做 在立法院 撤銷 這個違法課維 這個違法課綱 其實教育部可以大破大力的尊重 立院決議 撤回微調課綱 第二 我原本在今天 未上質詢台之前 我非常期待 您能夠有一個 將功抵過的 這樣子的努力 支持修法的方向 建立一個更透明更多元 更可長可久的課綱審議的機制 可是很遺憾 我在您今天的書面報告 您試圖為未來的新內閣下指導期 在今天的教育委員會 最後一次的 垂循您的時候 您甚至也對立法院下指導期 組成真相調查委員會 一念之間啊 部長 一念之間 歷史會定位 您留下了什麼名 我覺得還是很遺憾 如果今天您認為課綱爭議 自始至終 不是爭議 那我真的要說 我最後一次在這裡 垂循您 我覺得 我跟您的爭議 非常大 我也覺得非常遺憾 您再好好思考 部長可以做 您做不做 將功抵罪 一念之間 課綱是爭議 但是他不是教育議題 他是被其他的政治事件所 他不是教育議題 那我們今天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處理什麼 是您心中有鬼 是您心中有一個政治的心魔 您才認為課綱的事情 跟政治掛鉤 自始至終 我們捍衛的是 學生的學習權 不應當用政治的黑手 去對學生 進行洗腦的教育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 更尊重老師的選書權 好 謝謝 謝謝 吳委員 謝謝